为什么中国人不爱吃火鸡 很多小看来觉得 火鸡就是西方熟 咱们不爱吃很正常 但早在明朝 火鸡就已经传入中国了 以咱们中国人的烹饪技术 这种肉量大而且好养殖的品种 早就该断上餐桌了 但为啥到现在为止 国内都没啥人爱吃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火鸡真的不好吃 虽然很多美食宣传片 中间都会摆个火鸡 超大一只又油滋滋的 看上去就让人流口水 但实际上 火鸡的肉质和家养的土鸡 完全没法比 火鸡肉最大的特点 就是财和心 当年姚明去到NBA之后 感恩杰和队友一起吃火鸡 后来记者就问他 感觉怎么样 他说感觉再肯硬直吧 这个评价就非常的中肯 而从养殖方面来看 你也能发现问题 2020年 中国的火鸡肉产量 只有2398吨 而同年 咱们的鸡肉产量 是1485万吨 可以说全国的火鸡产量 可能还比不上你老家 一个县的鸡肉产量 这同样是鸡 为啥差距就这么大 说白了还是因为味道 那不好吃当然没人一样 可既然不好吃 那为啥西方人还那么爱吃 首先是传统 吃火鸡已经成为了 西方的一种饮食文化 就跟咱们吃粽子差不多 其次呢你也得理解 不好吃这个事是相对的 咱们觉得不好吃 是因为咱们中国 八大菜系各种做法 那美食太多了 但人家不一定吃贵 所以也就不会有比较 更多科技故事 关注科技周周 讲故事